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有很多城市里长大的孩子 从小没怎么接触过封建迷信 认为没有倒是法师的帮助一样能够健康成长 自己也从来没犯过煞中过邪 一个月前的一天傍晚 有位大姐通过网络联系我 称自己是妙著灵异实录系列故事的听众 感觉自己状态不太好 很像我在故事里提到的犯煞的症状 希望能得到我的帮助 我问道 您目前是遇见了什么具体的事情 大姐说 我最近一直在脑海里 莫名其妙地想起各种奇怪的人 我在公司上班会有一些同事 平时行为举止怪怪的 我现在在家里 就是不停地想起这些人 持续了一个月了 整理家具的时候 也会想到他们 我自己觉得我这样很奇怪 而且也影响到我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还有我丈夫的工作 他是一个很上进 很认真负责的人 在公司也是个品质很好的员工 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问道 你想起这些奇怪的同事 还能影响你的丈夫的工作 可以再描述详细一些吗 大姐突然沉默了 等了十多分钟也没有回复我 我想兴许是她睡着了 或者有什么工作上的事情要忙 也没催促 就转头去忙我自己的事了 隔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样子 大姐回复我一条信息说 赵道长 我现在恢复清醒了 我这一个月时间 都请假在家没有上班 状态很不好 把所有的家具 从卧室一件一件搬出来 搬到客厅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 好像有时候身体和思维 不受我自己控制了 我丈夫对我很包容很尊重 这一个月时间 她也经常请假在家陪我 就为了照顾我的情绪 我现在看见 我从卧室搬出来的所有家具 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我细细地把她的信息读了一遍 大概明白了 她这个事情总共维持了一个月的时间 有时候思维和行动不受自己控制 问道 你还记得一个月之前 你做了些什么事情吗 你有没有去一些 类似荒郊野岭 破庙 深山老林这样的地方 大姐恢复得很短 说 我实在不记得了 我说 你自己有没有回想过 是做了一件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之后 才变成这样的吗 比如有没有做噩梦 或者是某一天 经过了平时没怎么去过的地方 大姐过了半天才回复 说 一个月前有做噩梦 但是我一点都想不起梦里的内容了 不过我有印象 应该跟过世的亲戚没有关系 我说 那我也无从去判断 到底是犯在哪里了 对你这个犯煞的程度也没有概念 大姐问道 赵道长 您平时遇见犯煞 都是怎么处理的呢 我说 犯煞程度有轻重 能自己找到庙里来的 大多是程度比较轻的 这个用符就可以解决 程度比较重的 如果是重邪了 会完全失去自己的意识 没有任何自主能力 所以都是家属 亲人朋友来问的 但即使是很重的重邪这种情况 也是一个逐渐加重的过程 一开始感觉不对劲的时候 思维还是清晰的 都能记起 自己到底是做了什么 不寻常的事才重邪 这样也能帮我找到问题的根源 程度比较重的 解决起来也复杂很多 一般就要用到法式了 大姐说 我觉得 我这个程度就很重了 我是上海人 能否请您到上海来一趟呢 我说 可以啊 我最近稍微有点忙 要准备年底的法会了 可能得等个两三天 我先把手头的事情处理掉 然后订个三天以后的机票 大姐说 您现在能来吗 我真的很着急 我怕我等不到三天以后了 我看了一眼手机 正是晚上十点多 说 今天应该来不及了 我庙在郊区 去机场得俩小时 现在订明天 早上最早的航班还可以 大姐二话不说 问了我的银行账户 并转账付了订金 说 就订明早的航班吧 请您一定要帮帮我 我说 那你把你的姓名 详细住址 以及出生时间发给我 我现在连夜准备 明天要用的材料 表文 大姐很快发了过来 说 那辛苦您了 我现在很困 我要睡觉了 明天见 说吧 大姐就再也没有发消息 我赶紧打电话 给道友快三海和徒弟博尔 让他们赶紧到庙里来帮忙 跟张才一商量好 这几天 庙里都由他来打理 又订了我和快三海七点 去上海的机票 并打电话 给老司机洗清风 让他准备明天送我们去机场 安排妥当 不一会儿 快三海就到了庙里 问道 啥是这么着急 非得连夜做准备呀 我把情况跟快三海 大致讲了一下 说 现在我也不知道 他到底情况有多重 咱们就连夜准备东西吧 他把信息都发过来了 我订了明天一早的机票 四点出发 快三海说 能自己找来的应该很轻的 稍微重一点的重鞋 他这会儿 早已经变得跟动物一样 不会说话 不会打字了 还能来求助你 我说 你说的也有道理 不管怎么样 咱们就当做的情况比较重 把该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 你来写表文 我收拾法器 上海可能不太方便买活琴 现在这大半夜的也没出去找 我让张才义 先去偷偷抓一只老乡的大公鸡杀了 祭连扶植法器 当天亮了 回头再把钱给老乡 张才义听了 默默地领着徒弟宝尔去抓鸡 快三海就调好珠沙末开始写表文 我开始打包各种法师需要的材料 法器临时排位 到了凌晨三点半 差不多都准备妥当了 我正要张才义去叫车 突然手机响了 一看 正是大姐发来的WhatsApp信息 大姐问道 赵道长 您睡了吗 我说 没呀 这刚把准备工作做好 打算出发了 大姐突然说 您先把票退了吧 这次给您添麻烦了 我觉得有些意外 问道 怎么突然不做了 你完全清醒了吗 大姐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说 您连夜准备的东西 包括机票 订车的钱 我都转给您 订金也不用退了 我一下子猛了 说 怎么回事啊 大姐说 我先生不信这些 恐怕不方便来我家里做法事 您能不能远程帮助我 我说 那行 我赶紧把机票退了 让鲍尔把准备好的表文 都直接放香炉里烧掉 昨晚 鲍尔自己回到房间睡觉去了 快三海坐在我旁边 说 那远程的话 肯定是没法高潜送了 什么情况 咱们也不清楚 先置几道符过去看看再说 我思索了一下 用手机跟大姐说 我该退的都退了 远程的话可以做 但肯定是不如现场那样 随时能把握 比如寄符 就得花个一两天时间 而且因为目前没见到你 也不知道你到底是惹上了什么 我也不好判断 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法式 大姐问道 您能否推测一下 是什么问题呢 我说 这个完全没有线索 如果去你家 我们就给你把所有问题 都一起解决 洋宅风水坐一下 看看你和你先生的八字 然后做遣送退煞的法式 再给你和你先生 置几道辟邪的符 大姐说 咱们可以按步骤来吗 先做风水 您告诉我 怎么摆制家具 当我慢慢说服我先生 再请您过来 我把现在的情况 房间放置东西的布局拍给您 您看一下 怎么摆放比较好 我看了一眼 手机上显示的时间 凌晨四点多 说道 您和您先生不休息吗 大半夜的做风水 大姐还是没有回复我的问题 继续说 您能马上把符纸好寄过来吗 是先摆家具 还是先用符 我只好回答说 这俩不矛盾 谁先谁后都可以 大姐说 您可以马上教我 怎么摆家具吗 然后立刻置符 寄给我 麻烦您尽快 我这边很急 我说 现在这黑灯瞎火的 你没法给我把家里拍清楚啊 要是全部灯打开 您先生休息不受影响吗 明天还怎么工作呀 要不就等天亮以后再说 等你先生上班了 我帮你看一下 而且我也得休息休息啊 大姐继续自说自话 说 那您大体说下 按照我和先生的八字 应该适合什么颜色的家具 我先搬过去 我卧室的所有家具 都摆在客厅了 我顿时感觉有些头大 劝慰道 你现在先别着急 情况不排除 有可能是风水导致的 但风水的可能性最低 而且 这也是个慢功夫 不是你现在摆了 马上就能见效的 快三海见我一直拿着手机 点了一支烟 仰起头长舒一口气 说 我老觉得这是怪怪的 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但又说不上来 你把你俩的信息给我看看 我把手机递给快三海 说 我也觉得是不太对劲 不过现在连人都没见到 说这些也太早了 他这会儿 就非要让我帮他调风水 风水你是比较了解的 它只是 起到一个服役的作用 要是真中邪了 改个风水 也不可能好起来呀 快三海边看边点头 说 风水是对它的情况 没什么作用 正说着 手机响了 我接过来一看 是大姐发来的信息 说 我们家窗外都是绿色的树 卧室 是红棕色的四件套 您说一下 对我和我先生有利的颜色材质 我先搬进屋去 快三海看了 说道 我知道了 他就是这么影响他老公工作的 就整天晚上不睡觉 瞎闹 我要是他老公 我也没法上班了 我打了个哈欠 说 要不你来给他讲讲风水吧 我困得不行了 天亮了 还得给他制服 快三海说 也行 你先睡吧 等会儿 我把手机放你房间 我住你庙里 下午回店里去 说吧 快三海拿过我的手机 我静子回房间睡觉 我是被手机铃声吵醒的 一拿起手机 看到十几个语音通话申请 全是大姐发来的 我刚要点接受通话的按钮 显示出对方一取消 大姐发信息给我说 服今天可以寄给我吗 我说 可以 你这一晚上都没睡觉啊 大姐说 嗯 不过接下来 有您帮我 应该会好的吧 我说 先佩戴服 根据用了服的情况 再做下一步 我这就去制服 您好好休息一下 大姐把收件信息发给我 我赶紧去取来朱砂 白酒 明反 毛笔和黄标纸 制了三道服 我用手机拍了照片 先发给大姐看 告诉大姐如何使用 一张是护身的 装在布包里 让她平时随身携带 一张是镇宅的 需要贴在大门口 如果她丈夫比较反感的话 就买一副对联 贴在门口 然后把服 架在对联和墙之间的缝隙中 还有一张是支杀的 需要放在碗里烧掉 然后倒水进去喝 可大姐好像完全没听懂似的 继续问我 我看到一些东西 会感到不舒服 这些东西先留在家里 等服到了以后再处理吗 我问道 具体是什么东西 大姐说 比如 我刚刚出门去倒垃圾 把垃圾袋放到门外了 现在莫名其妙感到心慌 要先拿进来吗 我顿时感觉无法沟通 又问道 你是觉得 看见垃圾不舒服吗 大姐说 等服到了再说吧 您寄给我了吗 看大姐这么着急 我赶紧去骑着张才义的摩托车 到镇上发了快递 回到庙里 快三海和张才义 宝尔都起床了 问我有没有什么进展 我把大概情况说了一下 总之就是大姐特别着急 这时候 手机又响了 打开一看 大姐问道 您可以来上海帮助我吗 求求你了 尽快来 你什么时候方便过来 我把手机拿给快三海看 快三海说 这是啥意思 放完鸽子 又要让我们去呀 要是到了路上 又跟我们说 让我们回来可怎么办 我是不去了 除非他把全款打过来 还得比之前的价高 要是再一次掉链子 我这钱也不退 我说 你也体谅体谅这大姐 她现在精神状态不好 这会儿慌乱急躁 都是很正常的 快三海说 你这副也吃了 急出去了 就先别折腾了 让她先用符吧 我觉得 既然是她自己来找的 程度应该不重 用完符不痊愈 也是八九不离十了 等亲戚一些了 她要是还愿意 请咱们去看风水 那咱们就安心去一趟 我点点头 发信息给大姐说 我今天是没法去了 明天这一幅 应该您就收到了 用完符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 我们再去 也更有把握一些 大姐说 如果您到上海来 可以帮我说服我丈夫 让他接受这些东西吗 我安慰到 这个事 如果是必须要做 而且必须得到 您丈夫的帮助的话 我是肯定会跟他 好好沟通的 但如果您丈夫 实在特别反感我们这个行当 就到时候 您丈夫上班了以后 我们到您家里去做法事 做完 我们帮您一起打扫干净 尽量不留痕迹 这样您就不用为难了 大姐恢复道 那我先去找您 您把地址发给我 我看了一眼 快三海 快三海眼珠子 也快瞪出眼眶了 说 这大姐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呀 想起一出是一出 我对快三海说 我倒不是担心别的 我怕她现在过来 一是她丈夫不知道 二是 万一路上发作起来 出点什么安全问题 比如走丢了 或者摔着了 都没人能去帮忙 我发信息给大姐说 您先别着急 我是建议 您在家等我的福寄到了 用了以后 精神状态好一点 再看下一步怎么办 大姐说 我相信您 才觉得应该去见您 咱们见面再说好吗 我说 您这样贸然过来 我的福谁去收啊 还有 您得喊个人跟你一起呀 您这精神状态不好 万一路上头晕 出点事 谁来照顾您 不管怎么样 您先收到福 我们看看情况 如果大有好转 您想来 我们庙里也欢迎 如果问题突然很严重 我就立马订最近的机票 去你家里帮忙 这样可以吗 大姐说 嗯 好的 我先生人很好的 我平时也为人善良 希望您一定要帮助我们 我说 现在您要收到福 还有一天的时间 这会儿 要不就把您的家里收拾收拾 环境整洁了 也利于心情 大姐说 这个以后再说 您先排出一个时间给我 我说 这个您放心 我肯定是有安排的 如果情况变得严重 我第一时间就去帮助您 快三海和鲍尔吃过午饭 一起回去了 一下午的时间 大姐都在碎嘴念 时而担心福收不到 时而要我帮忙说服他先生 陪他一起来庙里 时而自己又出现一些奇怪的想象 但是问他 他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只好不停地安慰他 终于 第二天下午三点左右的样子 大姐发来信息说 福收到了 谢谢道长 我想问一下 用这个 会对身体有啥不好吗 我说 没有的 你就按我跟你说的方法用就可以了 要是你先生特别反对的话 你就去买一副对联贴在门口 把那张镇宅的符塞到对联里面 大姐问道 我可以先用那个戴在身上的 另外两个符 不吃也不贴在门上吗 我说 最主要的 就是那道要吃的符 它是制煞用的 另外两道符 只是辅助作用 就好比你中毒了 这个制煞的是解毒用的 另外两道 好比是调理身体 防止你接触其他的毒 大姐好一阵子没回复 我以为她是按照我说的去吃福了 可没成想 这竟是她回复我的最后一条信息 我隔半个小时 就发一条信息过去 但始终没得到任何回复 我心里有些慌乱 赶紧打电话给快三海 正好快三海这阵子 要把算命官换到另一条街 暂时还没开张营业 听我这么一说 挂了电话 就打车到庙里来了 快三海一见面就说 你说那女的 不会是一开始就有什么目的吧 我说 来找到是制个煞 能有啥目的呀 快三海说 王晓了说 可能是她丈夫做了什么 她不高兴的事 她这是装疯卖傻 故意气她丈夫呢 你看 这大姐是1971年生人 现在都50多了 更年期到了 情绪反复无常 这很正常吧 自己中邪 早就应该失去意识了 怎么可能还来求助呢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事 你往深了想啊 会不会是一个月前 她老公给她吃了点什么 影响精神的药物 偷偷放在饭菜里面的 然后再加上 平时生活中的暗示 比如给她看一些惊悚可怕 奇怪的电影电视 让她觉得自己中邪了 我看你手机上的聊天记录 本来她的情况 也跟中邪不一样啊 哪有人中邪 是总想起一些奇怪的人的 都是什么幻听啊 看见奇怪的东西啊 打不起精神来这样的 而且一般中邪的人 至少是做过些什么事 大部分也都能想得起来 她这倒好 啥都不记得了 我说 你是不是侦探悬疑小说看多了 脑补出这么多画面来 她老公这么做的目的是啥 快三还口若悬河 说 那就可能性太多了 咱们按线索推啊 先是她这里付定金 突然放鸽子了 定金也不要了 还额外给你推机票 手续费这些 说明 她不是很在乎钱 那有没有可能 比如 她刚好是个富婆 她丈夫是入赘的 有侵吞财产 然后离婚再去的想法 就把她折腾成了精神病 直接往精神病院里送过去关起来 反正医院也不会相信 中邪这一套说辞 真给她关起来的话 她丈夫的目的就达到了 这会儿 手机没办法联系 可能是已经进了精神病院了 她是突然这么一下不回话的 很有可能 手机已经被收起来了 我说 可是按她的说法 她老公不信这些东西啊 还让我们去上海 帮忙说服她老公 跟你的推测不符啊 如果她老公有这个动机 至少不会表现出 对这个完全不信的样子 快三海停顿了一下 继续说 嗯 也有道理 那有没有可能 是她对她老公有不满 自己装作中邪的样子 然后想办法 弄到一个精神病的鉴定证书 实际上 是为了用精神病患者的名义 把她老公杀了 你看啊 第一 她来找你的时候 说自己中邪 但是也说不清楚具体的症状 也不记得之前做了什么 这可能压根就是随口瞎编出来的 第二 她自己思维还是蛮正常的 一直跟你用WhatsApp沟通 说话没什么毛病 这也不符合中邪的特征 第三 她反复地跟你说 她老公是个好员工 好丈夫 这也好呢也好的 平时谁这么夸人啊 这是不是为了掩人耳目 可能最近她对谁都这么说 好让大家觉得 她肯定是深爱着她先生的 电视上说 精神病患者 经常做一些无意义的行为 她就在家里来回搬家具 反正看着像精神病就行了 也不一定非得是精神病 回头精神病院 但凡是开个证明 她把她老公谋杀了 这就不用负责任了呀 她现在说不定 已经开始实施了 所以才没空回复信息 搞不好过两天就上新闻 我说你这么说 我也有些担心 还真有这个可能 现在咱们怎么办 快三还说 要不咱们直接报警 我说 非亲非故的 又隔着这么远 怎么报警 你没有任何证据 全都是推测 而且报警了说啥呀 说我们怀疑这个人杀了她丈夫 或者是 可能要被她丈夫 迫害到精神病院里去 人家恐怕先要把咱俩送到精神病院 快三还说 那怎么办 我说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可能 就是 她确确实实中邪了 快三还问道 这个可能性也太小了吧 我白了快三还一眼 说 我是这么想的 我们之前遇见过的中邪 发作很快 或者是发作时间也很长 但已经很严重了以后 才由家属来找我们 实际上 我们从来没见过 一个人刚刚开始发作 一直到完全失去自己的意识 这个过程 兴许就是大姐这个样子呢 快三还点点头 说 是啊 我是从来没见过 一般中邪的人 家属来找我们的时候 都是病人已经不能自理了 那你的意思是 大姐现在 已经成了我们经常遇见的那种样子 我说 现在还没办法证实 你的推测 不是完全没可能 还有就是 从他来找我开始 总共好像就睡了两三个小时 然后就一直在WhatsApp上 给我发信息 也有可能 是收到福以后睡着了 快三还朝我的手机 挪了挪嘴 说要不给他打个电话看看情况 我说 也可以 于是按照收件地址上的电话 拨了过去 又按了免提 响了两声 电话就接起来了 一个陌生的男人 在电话那头说 喂 什么事 这一下给我问猛了 快三还健壮 赶紧接话道 请问 您是萧大姐的先生吗 那人回复道 是啊 怎么了 快三还说 他WhatsApp里不回话 我担心他出了什么麻烦 所以打个电话 想问一下 对方的声音变得很警惕 问道 你是谁 快三还说 我是个湖南的道士 之前您太太觉得 自己精神状态很不好 在网上向我求助 本来是订票准备去上海 帮忙做法式的 后来您太太又取消了 大概是担心 您不太能接受宗教这些东西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 问道 然后呢 快三还继续回答 然后我就说 那远程帮忙坐一下 置了伏机过去 对方只是冷冷地恩了一声 没说其他的 快三还说 今天您太太说 是福收到了 然后就再也没有回复信息 我担心出了什么状况 所以打电话过来问问 对方不知是心不在焉 还是身心俱疲 就呕了一声 我赶紧拿起手边的纸笔 写了一句 你问问他 是不是不方便接电话 递给快三海 快三海接过来 朝我点点头 继续说 我想问问您 您太太现在是什么情况 对方说 这个你还是问他吧 快三海说 您是现在不太方便通话吗 能否给我一下 您的电话号码 我加您 WhatsApp说 对方这次终于有动静了 挺爽快地念了一串数字 我赶紧拿笔记下来 挂了电话 快三海叹了一口气 说 刚才那边是不是特别安静 我点点头 说 总共他也没说几个字 那边好像一点声音都没有 快三海 坠坠不安 问道 会不会是残案已经发生了 大姐已经遇害了 他这会儿正在掩盖犯罪现场呢 我说 咱们别害怕 我觉得应该不会 不然 他也不会这么痛快的 把电话号码给我们 但我觉得 他那反应很怪 要么是在公司上班 要么就是 快三海接话道 出轨偷情 我说 可是上班的话 也不应该啊 这都几点了 天都黑了 还没下班 我看了一眼 手机上显示的时间 正是晚上九点一刻 正常上班族 没有这时候还在公司的 快三海说 先嫁他WhatsApp好友 看看情况 他要是在WhatsApp上 还吞吞吐吐的 或者半天都不通过 就是有事 我同意快三海的说法 拿过手机来添加好友 手机上显示 萧大姐的先生的 WhatsApp名字 应该是自己的名字 姓彩 头像是个照片 照片里的内容 是一楼书 整齐地放在桌子上 快三海看了一眼 说 这全是程序员用的书 他老公是个程序员 我说 如果确实是程序员 这会儿 还在公司上班 倒也正常 不到一分钟时间 蔡先生就已经通过了 好友验证 我在WhatsApp里 又重新做了一遍自我介绍 说道 蔡先生您好 您太太在网上加我 告诉我说 她从一个月之前 出了奇怪的状况 跟我们说的 中邪的症状很接近 就是感觉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这些天的沟通 也能明显感觉到 您太太非常焦虑不安 睡眠也不好 她自己认识到 这个状态还影响到了你的工作 蔡先生回复道 她最近像犯了神经病一样 很莫名其妙 总提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要求 我在家也休息不好 这一个月炒了很多次假 我说那您是否记得 在变成这样之前 她有没有去过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或者是受到过什么事情的刺激 蔡先生说 这个你还是问她本人吧 据我所知 应该是没有 但这一个多月时间 她拒绝沟通 就是不断地提各种奇怪的要求 晚上我睡觉 她不睡 就在家里搬东西 把卧室里的家具 全都搬到客厅了 弄得我筋疲力尽 她也有一个多月没工作了 白天在家里做些什么 我也不清楚 我说 今天下午三点多的时候 她给我发信息说 服收到了 然后就再也没说话 您知道她现在的情况吗 说着 我还把跟萧大姐的聊天记录 截图发了过去 蔡先生说 她可能睡着了吧 她现在做西 也是混乱的 白天睡觉 晚上就瞎闹 我说 这情况 我觉得不太正常 因为从她加了我 WhatsApp 就一直在给我发消息 几乎不带停的 现在突然不回复了 我有些担心 蔡先生说 那你等我一下 我还在公司 手头工作马上做完了 我回家去看看 然后跟你联系 我心里稍稍安定了一些 把手机递给快三海看 快三海浏览了一遍聊天记录 诧异地说 哎 老赵 之前的萧大姐说 她老公很不能接受这些东西 我看也不至于啊 刚才打电话的时候 我说自己是道士 她也没有明显的不耐烦 我说 这个我也觉得奇怪 按大姐的说法 她先生应该非常抵触 所有迷信 相关的东西才对 我说 寄了福过去 她好像也没什么反应 我还有另一个推测 就是 如果一开始 大姐就中邪了 这一个月的时间 就是两个灵魂 在互相抢着 占据她的身体和意识 期间不断地拉扯 她自己占了上风 就会向我们求助 要是外来的 邪随邪精 占据了主动权 就会做相反的事情 刚联系我的时候 她自己的理智 还是比较坚定的 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所以请求我 马上去上海 到半夜的时候 另一个意识上来了 就要求我们立刻退票 她自己不愿意 就这么被占领 这期间反反复复 那第二天白天 不是又喊我们过去吗 我觉得 她老公本身 并不反对这些东西 而是邪随影响了 她的意识 从而找了借口 快三海点点头 说 这也很有可能 我继续说 大姐收到福以后 还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问我能不能只佩戴 另两道要吃下去 和贴大门上的不用 我怀疑这时候 已经不是大姐本人的想法了 邪经严重影响了她 在抗拒吃福 快三海说 如果真是这样 倒也符合她这两天的状态 正说着 突然手机响了 我打开手机 看到蔡先生发来的消息 你教她做了什么 奇怪的动作吗 我纳闷地说 没有啊 你到家里了 蔡先生说 我一进门就看见 她横着躺在床上 头顺着床沿垂下来 后仰着 两手跟打太极似的 不停地画圈 又像是在挣扎 我喊了她两声 也没搭理我 眼睛还往上翻 看着好吓人 这是你们到家的 什么功夫吗 我说 我也没见过这种动作呀 你大声喊一喊 看她能不能醒过来 我又对快三海说 大姐现在好像失去意识了 躺在床上做一些奇怪的动作 快三海说 这也太突然了吧 今天上午还跟你聊天 下午就变成这样了 是不是骗你的 你让她拍个照片 或者视频看看 我老觉得这不对劲 我说 人家这是个人隐私 问出口 也太不礼貌了 快三海说 都这会儿了 还在乎什么个人隐私 得了 你看着办吧 突然 快三海一拍脑门 激动地说 对了 我刚就说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现在想起来了 你给大姐打电话 是她老公接的 而且 她老公还不在家 她怎么会接到电话的 刚才接到电话的时候 又特别安静 她老公说话又支支吾吾的 我这越想越怕呀 不会是大姐人已经没了吧 我也有同样的顾虑 可这时候必须得冷静下来 我说 咱们先别急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线索了 蔡先生这时候也回复我说 我大声喊了 她还是没反应 我伸手拍了拍她的脸 她跟没有知觉一样 会不会出事啊 我说 你之前见过她 有类似的情况吗 蔡先生说 之前 她虽然像得了神经病一样 但是正常沟通还是没问题 今天这样 还是第一次 她跟你说什么了没有 什么时候把我电话号码给你的 我也打不开她的手机 我赶紧把手机拿给快三海看 说 她老公问我 怎么知道她的号码的 快三海说 这不是下扯淡吗 我们哪里知道她的号码 我问蔡先生说 我不知道你的电话号码呀 我是按照萧大姐给我留的收件信息上的电话 打过去的 大姐留的是你的电话吗 蔡先生说 不可能啊 我今天也没接到快递的电话 让我取件啊 但是 你是打的我的手机呀 我又拿起登记萧大姐收件信息的本子 把号码发给蔡先生 问道 这是谁的电话号码 蔡先生说 是我老婆的 我说我还以为是你拿着萧大姐的手机接的电话 我拨的就是这个号码 这是怎么回事 蔡先生说 你再拨打一下 我一言照做 响了一声就被接起来了 蔡先生说 是我的手机响了 他应该是设置了电话转接 我按了免提 让快三海也能听见 然后说 你试试看 掐他人中 能不能掐醒 等了一会儿 蔡先生说 还是不行 他这样 要不要送医院啊 我说 可以送医院 但是现在耽误之急 你赶紧去找一下 他把我寄过去的符 放在哪里了 你先找 我把符的用法 打字跟你说 你找到以后 赶紧先给他吃符 蔡先生说 好 我去找找看 符是什么模样 我说 我寄过去的时候 装在一个红色的纸包里 里面一共三道符 顺丰计的 你看看家里 有没有刚拆封 或者没拆封的顺丰信封 蔡先生答应了 随即挂了电话 我把事先拍的符的照片 发给蔡先生 然后跟他详细说了符的用法 又过了一阵子 蔡先生回复信息说 我叫了医院救护车了 那边正派车过来 家里没有快递包裹 我连垃圾袋都翻了 根本没看到 我又去看了一下他的大衣 发现口袋里放了好多党员徽章 我挂在门口的大衣口袋里面 也被他装了两个 我说 这一下可麻烦了 现在只能送医院处理了 你在家里继续找 如果实在找不到 跟我说一声 我就订明天一早的机票去上海 蔡先生答应了 我跟快三海说 我让他去找符 找不到 咱们就得立马动身去上海了 快三海说 你就不怕 他真的是个杀人凶手 被咱俩撞见了真相 去上海把我们俩也宰了 我说 我把这个事情理清楚了 应该不是你想的那样 休息三秒 喝口茶 马上回来 三 二 一 我回来了 喜欢我故事的听友 可以点赞视频 以及订阅我的油管频道 搜索燃烧的故事 您的支持是我日更的最大动力 回到故事里 大姐最后一句话 问我能不能不吃福 只佩戴 这时候 她自己的意识 已经非常弱小了 马上就要被邪随全部占据 就是因为福收到了 那个邪随本能地察觉到了危险 这时候拼命挣扎 用尽全力去抢占她的意识 就好比人在危难的时候 爆发出自己的潜能一样 所以才会特别抗拒吃福 这个福 估计是邪随占据了全部意识以后 控制着大姐销毁掉了 连着快递信封这些东西一起 应该是找不到了 但与此同时 萧大姐也在挣扎 她最后一点意识 把手机设置了电话转接 转到她先生的电话上 不然我们就算打过去 她也接不到了 而且看样子 蔡先生也没办法解锁她的手机 如果没有这一步 蔡先生可能根本不知道 她曾经求助过我们的事 也不知道如何联系我们 大概率就会把她送到精神病院 等到拖的时间长了 就算再去请别的道士法师 也是神仙难救了 目前来看 所有的悬念 还有线索都能对得上 情况很严重 咱们得抓紧准备了 快三海点点头说 也只能这样了 说着 我们就开始准备各种材料 喊张才义去抓机 张才义一听 眼睛瞪的老大 说道 前两天偷机 钱还没来得及给人家 昨天早上 那个大哥 好像站在门口骂了半天 还要去偷 我劝道 救人要紧 你就委屈委屈 再去抓一只吧 蔡先生发来信息说 实在找不到福 不知道他放到哪里了 我跟着救护车一起去医院 还是辛苦您 过了一趟帮帮忙吧 我也是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 希望他能好起来 我到医院了 给您发具体地址 我赶紧订了最早的一趟去上海的航班 连夜跟快三海写表文 杀鸡仇神吃福 拖着疲惫的身躯 我和快三海终于到了上海 按照蔡先生给的地址 直接去医院 到了医院才发现 这里是个精神病院 所有的病人家属脸上 都带着不知是冷漠 还是绝望的表情 蔡先生早就在大厅等候 看见快三海穿着道袍进门 赶忙迎了上来 跟我们握手 看样子 蔡先生也是愁得一夜没睡 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我向蔡先生介绍了一下快三海 问道 现在大姐情况怎么样 蔡先生说 一直在做奇怪的动作 昨天晚上到了医院以后 还要脱衣服 我担心他做出一些伤害自己的行为 就请这边的工作人员 帮忙给他穿上约束衣了 就是有个长袖子 固定在身上的那种衣服 我问道 你有没有跟医生护士说 我们要来做法师 蔡先生说 这个还没讲 我也不太懂你们这些 我觉得您亲自跟医生沟通会好一些 我都说不清楚要做什么 快三海说 那一起去吧 如果医生特别反对的话 咱们就在附近找个僻静的地方做 蔡先生便领着我们上楼 来到一个中年男医生的办公室 介绍道 这是曹医生 还没等介绍我和快三海 这位戴着口罩的医生就笑着说 是两位大师啊 我有些不知所措 说看样子 您是遇见过我的同行 曹医生说 我们这个地方 说实话 进来的多 能出去的少 谁也不敢说 能把精神病完全治愈的 如果是大脑损伤 那可能后半生都得在这里过 我也这么大岁数了 什么都见过 还别说 真有那么几个人 就是你们这些大师搞好的 我至今也没弄明白为什么 反正从医学角度来看 很不可思议 曹医生转头对蔡先生说 你是28号病房的家属吧 蔡先生点点头 说 是 就昨天晚上来的 曹医生皱起眉头 说 我看了一下病历卡 他这是完全没有诱因的发作 目前采取的 是比较保守的治疗方案 这种情况其实很少见 大多数病人 还是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导致的 曹医生又扭头对我说 你们就是来给他帮忙的 需要我配合做什么吗 曹医生这么理解我的工作 从内心深处 我是很感动的 说 其实能让我们来这里做法事 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我还担心 给你们医院添麻烦 我就是想问问 有什么是我们不能做的 曹医生爽朗地笑了 说 也没什么不方便的 我们这里 有些病人整天大喊大叫 胡言乱语 弄出些声响 也不碍事 就是注意 别把约束医脱掉 咱们互相理解一下 我也不希望病人一时失控 弄伤自己 快三海赶忙答应道 那是肯定的 曹医生带领我们三人进了病房 随手翻锁了门 我这时候才看见肖大姐躺在病床上 虽然穿着约束衣 胳膊不能动 但上半身 不停地左右摇摆 眼珠子也朝上翻着 曹医生说 那你们就在这里坐吧 有什么事 去办公室找我 我出去以后 你们把门反锁一下 蔡先生朝曹医生鞠躬道谢 等曹医生出门以后 就反锁了房门 我和快三海在病房里搭了个简易的临时法坛 做了退杀遣送法事 又把连夜准备好的三道符拿出来 其中的两道符交给蔡先生 说这是镇宅和护身的 这个护身的放在他枕头下面 如果出院了就带回家 平时随身佩戴 镇宅的就贴在家里大门口 接着 拿过蔡先生准备好的保温杯 把那张纸杀的符烧在保温杯里 倒了些水 让蔡先生给萧大姐喂进去 萧大姐死死闭着嘴 仍旧是来回摆动身体 不肯喝水 蔡先生问道 这可怎么办 快三海说 你先含一口水在嘴里 喷在他额头上 蔡先生又问 你们说 他是中邪了 这么做 会不会激怒这个邪精 快三海说 应该问题不大 他要是有这能耐 早把约束衣挣脱了 喷一口在额头上 他应该就老实了 我也附和道 如果他能挣脱这个衣服 说明道行比较深 目前来看 可以说是十拿九稳 蔡先生听把暗字鼓劲 含了一口水 扑得喷在萧大姐眉心 直一眨眼的功夫 萧大姐就像睡着了似的 闭上眼睛 身体也不动了 吓得蔡先生 赶紧去探他的鼻息 我说 其实这个问题不算严重 只是我们之前 没遇见过中邪了的人 自己来找我们求助的 所以一时没搞清楚情况 你把杯子里的水 给他喂进去 应该休息一下就好了 蔡先生半信半疑 不过还是把水一点点的 喂到大姐嘴里了 我说 我也一晚上没睡了 法师做完了 萧大姐这有啥反应 咱们手机联系 我得找个地方去睡一觉了 蔡先生已经帮我们订好了酒店 他继续留在医院陪护 打了一辆出租车 送我和快三海去休息 到傍晚的时候 我醒来看见手机里的留言 蔡先生说 萧大姐已经清醒了 但现在还全身没力气 能正常说话了 也认识人了 但好像睡了一个很长时间的觉 完全不记得 这中间发生的任何事了 我让蔡先生放心 休息一段时间 就恢复正常了 蔡先生一定要我在上海 多留几天 想等萧大姐状态好一些了 招待我一下 我说接近年底 庙里比较忙 还得赶回去工作 于是订了张隔天的机票 临出发的时候 蔡先生赶到酒店 来送我和快三海 非常热情的 欢迎我下次有空到上海了 一定要告诉她 萧大姐也委托她 向我表示感谢 这件事到此告一段落 如今已过去了一个多月 萧大姐在医院里 待了三天就出院了 慢慢好转起来 一个星期前 已经恢复了上班工作 总算是有惊无险 好了 听友们 这篇故事到此结束 敬请期待 下一篇更精彩 我们下转去 二字幕后 下转发